枪枪三人行 还是研究解放战争的王树增老师 这下写这本书啊 不容易啊 做了很多很多的调查 接触了很多特别具体的史料 但是啊 我今天跟您提个话题 我对国共双方的这个将领啊 很感兴趣 他们是什么样的这个人 你比如说当年的这个杜玉明啊 首先有个事我就弄不清楚 他这么聪明 当年还是远征军的 抗日名将 这么一个人啊 怎么这个从徐州啊 他最后那么多军队撤出去的时候 那么乱七八糟 你知道到最后这个为什么给围了 说是从徐州撤的时候 兵也有啊 民也有啊 混杂在一起 络绎于途啊 就是 那不跟刘备一样了 这乱七八糟的 怎么会把这个军事行动搞成这个样子呢 我想你刚才说的一个话题很有意思 无论是共产党的将领还是国民党的将领 我说的高级将领啊 我们翻译他的履历 实际上都是当年的热血青年 没错 而且很多是同学 同学 黄埔同学 即使不是同学 都是在大革命初期的时候 对吧 十几岁 这个投笔从容 是吧 满怀救国民党 都是被理想奋斗 对 而且呢 两党的精英啊 在大革命时期 北伐时期是并肩作战的 对 互相见面是什么凶 什么凶子 什么凶子 而且呢 很多人是双重身份 啊 双重党籍 既是国民党又是共产党 毛泽东还做过 国民党宣传部长 宣传部长 对 光经威秘书 后来呢 由于这个黄埔军校说了 不允许有双重 你要只能选择一个 嗯 嗯 我就拉倒了 分出来一个 分出来一个 那我想就是说 我们应该从这些青年的一开始 我们来判断 这些他们都是很有才华 这些人是职业革命家 职业革命家 这就是一个悲剧性的一个一个悖论 什么呢 就是说一个人 他纵然有千般才华 但是在一个历史的这个特定的环境之内 他站在什么样的一条的历史轨迹之上 决定个人命运 你这投错了阵影 那你再有才华 也是心比天高 命比之高 对 你比如刚才我说那个 徐州撤退 那简直不叫撤退 他带的市民有三十多万 是 我就不明白 他为什么带的市民走呢 当时啊 国民党在解放战的后期 国民党每放弃一个城市啊 就已经不是军事行为了 后边全跟着这些人 特别奇怪 那么跟着这些人是什么 老百姓就是说 老百姓啊 我告诉你啊 有三类人 主要跟非要跟着不可的 第一类人是什么 第一类人就是地方政府 对 地方政府官员 对 对不对 公务员吧 没错 但是蒋介石这个系统 对对 公务员吧 而且公务员本身还有有老有小呢 对对 家属 这是一拨 还有一拨就是商人 商人 有钱人 怕被共产共期了 对啊 你共产共期还得了 我再扛着包袱 我得跟着你走 大小老婆一起带着 还有一个比较多的是青年学生 对对对 青年学生 为什么 国民党 国民党也有政治工作部门啊 知道吧 他要求青年人跟着他走的 没错 有两个好处 这些青年学生随时都可以作为补充兵员 十万青年十万军 对对对对而且这个这个他也知道这些知识青年啊还是社会动静 所以说在解放战争当中我们常常发现有一个部队番号很特殊叫青年军 对青年军 在解放战争当中我们注意他叫二龄几师的那就是青年军 而且他永远叫师不叫军 不叫军 以二次打头了 这时候青年就是蒋经国经营的解放战争当中 也就是非常完成的 能打吗 能打守守沈阳守洛阳等等这些都打到最后了 最后抵抗的肯定是这个青年军 青年军基本的成分都是青年学生 啊 这么思想工作做得很好 他们可能那时候三民主义信徒也算有点信仰 被下面土改解放的农民最后还是打掉了 打掉了 就是我说他撤退的时候 他已经不是军事行为了 他已经有点仓皇逃跑的感觉了 而且是绕过皇位兵团 他应该是解救皇位兵团 他绕着他走 绕着他走 但这一走这个脱家带口 已经注定了 他非备为不可 他走不快嘛 对啊 走不快 还有一点就是刚才我们说到一点 就是国民党的高级将领背后啊 为什么有商业背景 杜一铭还非常保密的情况之下 没有告诉部队透露一点风声说咱要弃城走人这个情况之下 徐朝铮已经乱了 所以他杜一铭回忆当中有这样一句话 老头子事前如命 这叫我怎样怎能打仗 老头子指谁 蒋介石 能够向徐州的商人 银行家 前迫老板 来透露说要弃城的 这个消息的只能有一个渠道 就是南京 哦是南京给那的商人什么的 通风报道 当然了 他们有利益在 对啊 我是南京 好比说我是总参业部的 或者我是司令部的 我那其中有买卖 对 好 那赶紧赶紧 那这么多钱要运到台湾去 对啊 你瞧这资产阶级 它是打不过无产阶级 对 那边是这个你穿衣服 是光脚的不买穿鞋 我什么都没有 真是 所以说撤退的时候 变马上变成了一个弃城的全城大逃亡 结果没走多远 走了三天了 就围在陈关庄了 那么围在陈关庄里 最惨的还是这些市民 老百姓 那我们看的回忆论算惨套了 因为陈关庄被围了很长时间啊 哎呦 就是是我看这围到最后啊 你像这个邱清泉 这邱清泉感觉是这个杨军官 是外外外外 而他很牛的 杨派的这种 但是到后来啊 你可以感觉到精神已经崩溃了 说他那个地方也很有意思 还有做做做做小买门的 因为是军民混在一起 然后呢 你想邱清泉到最后天天喝酒 抱着舞女 跳舞 就是在被解放军围着的期间 那个时候说空投啊 空投物资啊 后来我在一些记载上说过 到最后啊 因为那个你要安降落伞的话 都飘到解放军阵地上去了 到最后这个铁坨子往下砸呀 一下能砸死十几个国民党兵 投粮食 投兵器 就那么一个 而且还有一个极端的例子 我是在 我是在回忆路上看的 我觉得 骇人听闻 我都不大相信 就是说他呢 就是空投场啊 是被他宪兵包围着的 任何人不许进去空投场 就落降了伞的空投场 这个食物咱们是分发的 是那个意思 对 那种个人哄抢 有个别的空投带落到这个宪兵的警戒线外边了 里边大饼 我就看了一个回忆 就是抢了一个饼 抢一个饼 赶紧咬一口 就挨了一枪 挨了一枪 给达死 这开枪的人过去再咬一口 又挨了一枪 说一个大饼吃完要付出十几条人命 哎呦 就当然了 这可能有点害人听闻 但是呢 那个 那里边由于大量的市民和大量的官兵已经完全 完全出于绝境了 我我有点不懂这个 我觉得就说你比如说像杜宇明邱星全那么想 为什么不背水一战 就是拼也给你拼 拼了吗 那么怎么就有点困手 他拼啊 他是拼过 他拖一拖 黄百涛也拖一拖 黄伟也拖一拖 杜宇明也拖一拖 他拖不出去 哎 你那个飞机大炮空中优势 这这还打不了吗 呃呃 蒋一师专门派的空军人到他空投到他这个现场 不知道告诉你几号方案 几月几号几点 我空军出多少上百架次的飞机 我使用毒气弹给你杀开一条血路 你怎么怎么着 但是他拖不出去 你觉得这个从军事上怎么理解呢 呃 解放军太厉害了 我觉得可能 我可能那时候士兵是不太愿意打了 就跟那个毛泽东选集里说的那个 敦促皇帷什么将军投降书里边 那说很清楚 我们的士兵 呃这个 愿意愿意 作战 你们的士兵不愿意作战 因为其实 人心散了 你要回到士兵来说了 他们都是农民嘛 对对对 他可能同装的这个王二 现在在帮解放军打了 对 他在这边 他他可能就绝对没道理 但明天他穿上他的衣服就过去了 他一被俘 他就穿上解放军的衣服了 我还说一个细节啊 这也是我原来没想到的事啊 嗯 我就不可理解 为什么说一仗打下来 这个十几万二十几万的俘虏 瞬间就把冒克犯了 对 就变解放军了 对 而且瞬间就能掉掉战口 为什么 我在我们的解放战争中的土地 土地改革的政策当中 我发现了一条 令我很吃惊 我发现一个文件 最后一条写着 你们错误不是分地吗 这个这家人 他儿子当国民党士兵 照样分 不能歧视 哎呦 这共产党攻心之术 不能歧视 好家伙 那他有一条线的 好比说在国民党 这团以上军官 那是另外一回事 对 就是说他是普通士兵 那他就是个农民 那就是说自己家里 他就分了土地了 他当了解放 共产党的军队的 那他分地可能多一点 那不一样的 他是他等分的 所以说我们常常看到 我们的前线拿个大喇叭桶 喊什么 喊什么都不管用 你说什么 他喊什么主意 不管用 就是说兄弟 你家也分地了 别打了 我跟你说 这个可是 有巨大的瓦解 你说中国农民 给你土地的人 你怎么把枪口对着他呢 就好像跑深圳对着民工说 你回家吧 家里发钱了 这个国共两党的这个人呢 也很有意思 你觉得在国民党将领当中啊 这个杜玉明这个人 他算是一个什么 算是军事方面最牛的 还是一个做人方面 就是与众不同的 他杜玉明在国民党军队内部口碑很好 他军事财产很高 另外做人也很好 政治 就很政治 他不贪腐这些 至少就是不害别人吧 另外就是说 不是那么个暴敛 钱财 那么一个无耻之徒吧 他不是那么一个人 他是真正的军人 到最后时候 他被围的陈关章 最后的时候 讲的是在最后最后 给他发一个电报 说他听说武帝身体欠家 如果有需要 我派飞机跟你接出来 什么意思 就让他给你一条生路 你接出来 你别打了 你别再打死肺部了 但是 杜玉明会说的 我是有病 但是我能坚持住 那意思就是说 我作为军人 我应该带过来 他那个时候是决心 就是说训了吗 我是军人 不是 你船长 船成了 船长能先走吗 这是个最基本的道理 他是个职业军人 他基本的一个准则 多有职业道德 对 Tatanic你看过没有 船长最后 你是要对这个船负责 你不能先走掉 哪个船长先走 你要说立马就走了 军人都不是 而且他真是 就是差点自杀的 他是就说自杀意愿 很强烈 当时拿这个 就被警察军逮掉之后 拿大石头砸了个洞 我看他砸那个地方 我觉得他 说他自杀 这个有点牵强 那玩意自杀不了 内心痛苦 不是要自杀 太痛苦了 他自杀自杀不了 一个时都能自杀 他要自杀早自杀了 他是有手枪 他太痛苦了 他实在想不明白 他为之奋斗了这么多年的这么一个主义 他也是有主义的 对不对 然后我堂堂国军 对不对 怎么到了这种兵败如山的地步 怎么一回事 是 他太痛苦了 况且他弟兄们 现在说是弟兄们几十万人 全是因为我的无能 对责任 军队的人有这份责任 另外还有一点 作为一个这样的高官 他不知道一旦被捕之后 他将是什么样的命运 他不知道 他也知道他是战犯 他不怕死 但是他怕受到更晚 另外一种 屈辱 对 他不了解这个共产党政策 其实 但你说张领甫如果被捕 他会投降 绝不会投降 投降不会 投降不会 但是他有所领悟倒是可能的 这个我当时还看到一个 曾经看到过一个材料 说是后来调查张领甫是怎么死的 说是在被俘之后 被我们的一个战士击毙的 又打死的 你觉得 我没看到这样的资料 我看到资料就是 攻到 攻到山洞的时候 攻到山洞的时候 由于当时我们的伤亡太大 伤亡太大 然后就干脆就不顾一切了 就给你打死完事 万里 你机枪还有手术弹 你扔进去了 实际上那时候已经完全没有这样 没有人做的必要了 而且战前的我们向来是有这个政策 就是 尽可能 升幅最高 军事长官 那当然 宣传上的汉术 所以说这事出来以后 这个 陈一 中央还批评了 陈一还有一个主动承担责任的一个报告 这非常详细 这报告 当时怎么回事 当时是什么特务团的负责任 叫什么名字 当时是一种什么情况之下打死的 我们怎么妥善解决这个问题 对不对 然后 而且还没有把张领埔的尸首 扔在那个地方 最迅速转移的时候 还是 那个大棺材部队还 抬了 还是后葬张领埔 后葬 走的半路上 是天气太热了 就没办法 就给葬在一个小村庄里面了 但是呢 还是很隆重的通知了国民党方面 我们给他埋在什么地方了 我们做了什么样的标记 立了一个什么牌子 然后 国民党军队派人把一孩 移走了一个南京去 讲到三野 我记得我父亲那个时候 一直替肃豫抱不平 他就说十大元帅没平上 就是说三野 其实你觉得是陈一在打仗 还是肃豫在打仗 肃豫吧 这个我们实在是不敢妄谈陈肃之间的关系 因为我们在历史上 刘邓是一个词组 一个词组 陈肃是一个词组了 是吧 对 但是他的史实是这样的 在真正做打决战的时候 陈一是不在前线 陈一是调到了中原局去工作了 但是肃豫是坚决不做司令员 所以说我们看的战史上 永远是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 肃豫 他大将他是第一位 我想他为什么不能平元帅 大家喜欢他 这是心情可以理解 但是我们分析一下 我们分析资历 在红军的时期就有诚意 红军时期 凡是平元帅的 我看了一下 红军时期必须是军团长 是啥的 林彪是红衣军团的军团长 林彪是红衣军团的军团长 林彪是政委 对不对 彭诺还是三军团军团长 对不对 对啊 这论资排辈的 他是从红军开始 这不他不完全算解放 你平军衔 终究还有一个政治资历的问题 肃豫跟林彪打仗的风格 有什么不同 太不一样了 肃豫有一点超前意识 超前意识 超前意识 那种他前瞻性 敢于设想 所以说他常常跟毛东电报当中有对峙 他否定毛东很多主意 对啊 有点艺术性 这是艺术性的那种 那种纵横的那种感觉 而且他是打一打一步是看三步的 华海战役这个词就是他提出来的 什么时候提出来的 提出这个华海战役这个词的时候 他才打几难呢 那仗还不知道打怎么样 那么艰苦 他就想到 几个月以后甚至一年以后怎么打 这就为什么人家说他十大远在他们牌上有人 战略家 但是林彪呢 他是一个经营计算的 那肥 他说 他是用公式来算得非常清楚的 他不掌握确切情报 他不计算周密 他心里没底的时候 他不打这个仗 所以说辽审战役出去说 他跟毛东吵这么长时间 吵好几个月 就是因为他算账 他就不难下 他说那我打不了 他先打长春再打 对 他是逐步往前走 他说你让我绕过长春和沈阳去打锦州 这不行 我后勤怎么办 对不对 我这个 再说我打 一旦打了 打这个锦州的话 我两面作战 这边的时候 官内就是胡作义的 不对啊 我这边还有一个沈阳的威脸皇集团 这边两面作战 我怎么打 现在的电影都这样描写 就是说他们辽审一打完 是毛泽东 烟头脚底一插梭 赶快马上入关 而林彪就是服从 是这样吗 还是当时这个是林彪的主任 电影 这个电影 咱们就说错 他那是虚构 电影就是电影 但这是毛泽东的 但是这样的 一开始 毛泽东 至少 像这样的战役 至少修整四个月 至少修整四个月 有的连队都打散了 对 他要重新组织兵员 重制配备干部 后勤装备弹药 他四个月 这是不为过的 至少一百天吧 咱们这么说 但是呢 由于那时候 傅作义有跑的意向 啊 傅作义有从天津海口跑的意向 所以说催促他入关 毛泽东确实催促 几次催促入关 林彪老说 我没准备好 我现在不可能 最后干脆下死命了 你几月几亿必须出动 是这样 傅作义他女儿不也是咱的人吗 快来快来 我爸要跑了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解放战争当中啊 这个国共两军对垒 他这个战争的残酷性 比如说比那个中国跟日本打的这个残酷性 是一样的吗 我觉得战争的残酷性没什么区别 他只要是武器和肉体的这种对撞 他同样是残酷性 因为我是听说呀 说这个这个中国人跟中国人打呀 往往也打不了什么狠狠的仗 打两下或者投降了 或者就跑了 或者就怎么样了 这个解放战争的狠仗 可是比比皆是 我们刚才说孟良谷不是一个血流成河的战役吗 敌我双方损失 相当大 相当大 而且打了个平手 我算了一下 双方的伤亡是一样的 几乎一样 不过如果纯粹从战争来讲呢 两国之间 比方说我们德国跟苏联的这个战争的残酷性 要比我们的内战就更大 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因为你这里国民党军一投降以后 你不换了衣服就就帮共同党打了 这些 而德国人拿的苏联服务 跟苏联拿的德国服务 就没那么见 另外一回事 那就另外一回事 能活着就不错了 你 你说的是大的战 大战局 我们说的残酷性 它表现在具体的战斗当中 当面战斗当中 那是一样的 那是一样的 那是一死我活的 几乎每一战都不是我们想象的 我们的影视 影视写的那样的 不可以去冲那去上去了 不 我觉得我们现在是处在第二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就是我们小时候看的电影 就是好人是一打 坏人就爬架 这个呢就是战斗 人心未定的时候需要做宣传 第二个阶段呢就会宣传对方也很厉害 宣传对方也很厉害呢 更证明这一方的厉害 这个是第二个阶段 到第三个阶段呢 恐怕就会更多的就思考 整个战争的残酷性 甚至荒谬性 因为战争虽然是很正当的 很必要很伟大 但在另外一方面 after all 它也是有很荒谬的地方的 就是 就好像你现在回过头来讲 为什么四五年就不能坐下来谈 建立另外一个政府模式呢 为什么要导致这么多人死亡呢 等等等等这些 是不是历史的规定就一定是这样呢 这个阶段我们基本上还是没有到 我觉得战争啊 我们千万不能用今天的眼光 去分析 五十年前那场战争该打不该打 我觉得这个 不是在一个理论层面上 是不是 我们现在怎么解释中叶的 那么那些墓碑还算说不算说 那你不能那么解释 那么解释就解释不通了 现在通伤了 过去埋了地雷 现在又花很大的力气去排了一下 对对 你没法办法 那个时候牺牲的人又该怎么算呢 怎么算呢 价值在哪里 还有还有一个朝鲜安全 是 对不对 所以说呢 我们不能用这样的方式 或者暂时不能 但是总统是